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熊妈吉 给你熊妈吉 我是雪文熊 今天台北股市下跌191点 其实大部分都是台积电跌的 台积电跌15块 大概在130点左右 那我昨天有跟大家说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机器人展 应该是说自动化展 现在目前为止可以说看到 今天的机器人 大部分多是拉回居多 我跟大家说 我从月初 应该是月初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在8月21号之前 我把它给做完给出清 我认为 我在月初跟大家说 会有利多出镜 自动说在之前 而且不是一天说 天天告诉你 每天说 好 那来看 今天我们是有 有做一档 那亚力 亚力今天 那么把它给卖掉 加上说 加上今天 有新晋会员 那我们新晋会员 我们今天 买了今天就把它给冲掉 把它给冲了 来 来看一下 来看 这是亚力 今天我们一开盘的时候 我们是定价买130 今天最低到129.5 今天穿价成交 最高 最高到冲到141 其实我们 我们是卖136 买掉 没有卖最高 没有卖最高 136就卖掉 获利6块钱 不到一小时 不到一小时 这是亚力 今天先把它 先获利了结 那我认为 因为 它的几涨 只有它涨而已 重电股 就是它涨最多 为什么会它涨最多 很多人都不知道说 为什么 这重电股 华晨有去 也没去那些 中兴电有涨 没涨那么多 都涨个两三%而已 怎么去那些 它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 它的设备股 它就是重电 还有一些 它的一些设备 一些线缆 然后帮它设计 规划的 就是亚力 这是台积电 他们建厂的时候 他们要 这一些设备 好 那一些有关于 重电方面 都交给亚力 不是只有台湾 包括 德国上 现在也是 德国、日本、美国 都是亚力 好 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 今天掌的话 我是不会意外 我前几天就跟大家预告 我 我8月19号 这几天 收黑K棒 19号 20号 再给你预告一次 我说 这个要准备要 要怎么样 它已经快要开始要往上攻击了 亚力 好 我认为 那可能还会再稍微再拉回 因为会被他周边的四大重电 然后给拉回 拉下来 这都是 这都是整套的 这是一套 重电四雄 好 这个我们 等它拉回的话 有拉 等拉回我们再把它 再接回来 我准备要做下一波 下一波 因为这一波已经做完了 这一波做完了 今天 昨天有投资朋友来加入 今天就 今天一买就卖掉了 因为我们也到达我们刚刚到达我们要要卖股票的时候了 那么我也做了一下 让让他买一下 也call130 好 今天 中兴电 中兴电先虚报了 先虚报了 没有涨幅没那么快 其实不用担心 中兴电我认为也会涨 还有 好 那亚力我们是先把它回了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准备要做下一波 你要再等的话也可以 我也没意见 我想要 赚快一点 可以来电 我知道我来的时候我觉得来报名多可以 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是今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 有很多人都已经看说要开始已经站上季线都要开始往上攻击 我第一个 我们台股现在量能不足量 今天也是量说了 今天是 今天3373亿 其实比平均量少一点点 减少一点 平均量大概 5日的平均量大概在3500亿 那么我认为现在的 现在想要买的人 这波反弹2400点 他想要去追吗 他不追 想要卖的人 想要卖高卖不掉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认为在季线这附近 季线和月线 蓝色这条线 蓝色这条线 季线和月线之间 会在这之间会在这边摆荡震荡 这是我今天给你的结论 会在这边震荡 里面的空间有多大 差不多一千点左右 你说这空间不大吗 说实在 对我来说 我认为 那么一千点是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已经够我的股票可以涨了 有够我的股票可以涨了 就算指数不涨我的股票 我认为也是会涨 这已经很说明很明白 待会再跟大家来介绍 来 来我们来看 这是微影 那我认为 你如果说AI 未来还有行情的话 这支股票 我告诉你 最有机会 最后有获利网 AI获利网 泰雄罪 MG 你不是世心 不是世心 好 喂 现在今天是拉回来 拉回来 这边来告诉你才有好康 如果在去的时候跟你说 我认为 那没有太大意义的 涨 涨只是在跟你 现在这边恭喜我们的会员一样 跌 我相信我们会员是不会担心 因为我买1800 1800块 今天收1890 我认为 那这样子的话 对他未来他的反弹的空间 反弹的空间 这边的话整理 整理的时间 需要一点点时间整理 因为这这都大家反弹起来的话 所实在也反弹了25% 这样25% 这样反弹起来25% 对高点的地方25% 当然要让他休息一下 休息完之后 下阶段 接下来的话 如果AI没有行情 我们就算了 AI如果有行情 如果有行情 他会怎么样 好 昨天有看到新闻了 他是去告特斯拉的 不是那个 好 来 那应该是X 来 那这违影 那我认为 他后续的空间 现在后续的空间就更大 因为怎么样 拉回 我们俩想要赚价差 我们不是要来 替人家 不是替人家 不是替大股东 替法人报股票 当然不是 我们要赚价差 赚价差的话 拉回 趋势多头 拉回要找什么 找买点 好 这是违影 这是高价股 这是价位比较高一点点 来 那么我们来看 广民 这个8月16号涨停板 我礼拜五上周五 我说礼拜一开高 我们就慢慢的 然后19号开高 107块我们把它卖掉了 100块钱买掉 广民 来广民 今天到101 没卖错了 没有卖错了 因为最近他现在已经开始 他们 我认为还会有压力 还会有压力 好 这是广民 你现在手里 现在你手边你有机器人的 你手边有机器人 现在再拉回该怎么办 你要找谁 要找专家 要找专家 你不是去找一个 找一个奥乳生 那没有用 每天跟你讲 讲庭板 那没效 对你 对你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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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那广民 现在广民 这些不只是广民 有机器人 都是 现在手里 现在最近 有些股票拉回 已经蛮多了 都已经有十几%了 怎么操作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以来电 或是到来生活圈来询问 好不好 要积极要快一点 手脚太慢的话 他时间是不等人 股价再拉回的时候 他会不会等你 他不等你 不等你 你要自己 要赶快去处理 好 那这是我的YT 这是我的Lite 你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我其实我每天 我都都会 一些 把一些隔天的重点的地方 还是我要怎么样来做 我会怎么做 我都会想在我的Lite 然后我大概会在下午6点过后 然后我就会 传送给你 当然你要加入Lite 你要加Lite 不然你就收不到 来 机器人 现在我不跟你说 这个 现在你 你现在机会又来了 我不知道你说 前几天 这个我一直跟你讲 这从4月份做到现在 机会又来了 来 为什么机会又来了 来看一下 这自动化展 今天当然我认为 我从月初就跟你说 到了8月21号 我要全部要出清 为什么 因为会有利多出清 三个礼拜前就告诉你了 三个礼拜前 来来 这是指标局 所有闻 我没做一支 来 银汉 不是硬汉 银汉 来 那这次8月24号 我就把它卖掉 85块 开高的时候就卖掉 85 记住 今天银汉应该是收盘 是收70 我看一下 银汉今天收盘 今天收73.6 差11块 差了跟我卖出去 差了11块 73.6 记回来 知道吗 再等一下 不要急 不用急 好不好 不要着急 买股票 我们是要 当然啦 我们也不可能说买到最低 那没有啦 我们买相对低点 卖相对高点 这次有点有没有 有点过分啦 给人家卖到85块 不然的话平常我们是 都是相对高点 相对高点 来 核春 核春卖在72.5 最高73 今天核春 我也没有放了 核春 我看一下 那么核春是收在64.9 64.9 核春收64.9 我卖72.5 64.9 你先算一下 差几块 7块半了 差7块半 7块半了 好 7块半也差了10% 10%了 差10%去了 建春这支高楼 有 因为我卖的比较早一点点 在做短线操作 建春 只用机器人 我认为 接下来 机器人 他未来 会不会有行情 你能接下来继续看 当然 我认为 你如果说 我再带你来 带你来翻倍 我从这翻倍 你看 像尹翰 河春 还有之前有佳能 我也有造型 广名 广名都知道 我常常在做 这是我第一次做建春 我赚5.4元10% 这也公开操作 你看 在拉倍时 你接受再拉倍跟你说 在这边 我LINE里面有写 也有写 再过 再两个加倍日 我把它卖掉 赚10% 30% 来 这是 航运股 我认为 航运股 这个00960 这在8月31号 8月31号之前 我来说有航运股 你要购吗 你要买吗 要怎么做不知道 来电 当然今天只有万台去 除了两个都 一只平盘 一只小蝶 万台 雅民平盘 长龙 小蝶 一块 要不要 要不要 要不要买 要不要想不想要赚 想要赚 来电 或是到来生活圈 都可以 我帮你来做 你不知道要怎么做 我帮你来做 好吗 航运三雄 来 永威投控 今天 永威投控今天先拉回 正常 净雄 只是有点 没有再过高的话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点 今天你落一块 中兴电 今天 中兴电 我认为 这哪有的情绪报 有的先绪报 压力 压力 还够了一支 今天还有少放了一档 生威人员 生威人员 我们今天 最高有冲到148 没买到 我们没有卖出 今天我们没卖出 好 永威投控 我们 生威人员 今天1到148没有卖 我们准备 我认为 他的 他的短期的高点 短期的目标价 还没有到 还没到 生威人员 还没到 永威投控的 也还没到 还没 要紧张吗 还是要紧张 今天就漏了 在的 还是要 还是要关心一下 也不用擔心 好 这个我们是买 买53块 来 再来看中兴电 中兴电 看一下压力 刚才一开始跟大家讲过 雅力 今天 新晋能源 今天有剩当冲 变形当冲 然后 我们 救会员 救会员所买的 今天也做一次都买掉 全部都把它卖出 先把它卖出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要再来 把它接回来 那有机会的话 我们也会把它再接回来 这雅力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大概先到这里 那你如果不知道什么操作 如果接下来行情可能会比较压缩一点点 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要走 欢迎赶快来找我 我们的股票 它不会压缩 它的空间是越来越大 不一样 不一样 我选的族群 那都是 盘面上 都是主流股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那你祝你投资顺利 我们明年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现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障线评估并支付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立我